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2月25日 星期六 這一節繼續跟進一下蔡天鋒的瑞絲案 據報他在逃的前夫在東涌已被捕落網 最新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綜合各大網上討論區的消息 據報前夫的父親殺他的主謀曾經捲入強姦案 據報是十多年前他仍在做警員的時間 和各位一起了解事件的最新發展是令人發指的兇殺案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王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框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有關蔡天鋒瑞絲案 那Abby的前夫疑似行兇過後潛逃 有消息指在今日下午在東涌落網 報導的流文是這樣的 名門蔡天鋒被殘殺肢解案有新進展 懷疑有份行兇的蔡天鋒性曠的前夫阿里斯一直在逃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全力追輯 蔡天鋒的親友亦都懸紅百萬元緝空 消息指今天下午說重案組人員 成功在東涌抓了性曠的前夫 她目前被扣留調查 換言之案中被捕四人全部都是死者前夫的一家人 包括前夫前夫前夫前大伯 淡仔迷線創辦人的媳婦28歲的名媛蔡天鋒 慘遭殺害肢解 屍體被攀煮成為人肉湯 殘肢當作垃圾湯渣器掉 頭腦和部份驅降仍然未找回 事件被揭發過後一直失蹤性曠的前夫終於落網 以上來自HK01最新報導 有關蔡天鋒瑞絲案的最新消息 這個前夫就落網 據報和案件有關 神經病 整家人合力殺死前夫 為了賣樓的問題 據報事件繼續有不同的進展 據報殺人的動機原來和賣樓有關 死者其實是想省印花稅 結果仲下殺身之禍 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報道的內文提到有消息指 蔡天鋒早前和Alice這位姓礦的前夫結婚 出資買了何文田加多利山的物業 和前夫一家人居住 但為了節省印花稅 以前夫姓礦那位的爸爸的名義掛名買樓 如今約值6800萬元 去年底蔡天鋒想出售那棟物業套現 有人反應極大疑似為獨霸物業 精心部署殺局 消息指曠婦是前警長2005年離開警隊 蔡天鋒家底封口 父母在內地經商生活車子 據悉10年之前年緊18歲的他就和Alice結婚 但下一對現時分別是10歲和8歲的兒女 他出錢買下加多利山一個豪宅作為安樂窩 為了被繳付巨額的印花稅 借用了他前夫的父母的名義買樓 這位父親口頭承諾將來出售物業過後 是會歸還供款給他 後來他和Alice離婚 前夫一家繼續住在那個地方 蔡天鋒亦對他們有情有義 不時接濟他們 甚至聘用Alice的阿哥 即是前夫的阿哥做私人司機 經常回來探望前夫一家人和子女 不過去年底雙方關係開始緊張 曠復不滿蔡天鋒有意出售豪宅 兼他賣樓 蔡天鋒就不滿他食言 忘記了當初的承諾 蔡天鋒企圖尋求法律解決 得知盡管物業是曠復的名下 但只要他出示到賣樓的證據 也有機會拿回物業 據說有人擔心價值6800萬元的豪宅不保 加上蔡天鋒和現任丈夫並無註冊登記 他本身的資產高達超過1億元 一旦新僱 財產將會歸於子女所有 即是和前夫所生的子女 亦都是遺產繼承人 礦家將會是最大的得益者 礦父更加是名正言順的物業持有人 到時就坐擁幾千萬元的身家 這次兇案是經過精心部署 用作碎屍的村屋長身和窗口掛有繁布 並放置一批肢解工具 包括削肉刀、碎肉機、電鋸、鐵鎚長羽衣、手套、面罩等等 屍體經過撤碎而且主屬防秋 帶到遠處當作湯渣、垃圾、棄置架 但死者頭顱、身、手、至今仍未找回 真是很神經 說前夫的父親就是這次的主謀 據報網上的討論區都開始有陸續一些重磅消息 就是說這個父親原來十多年前是捲入另一宗強姦案 稍後有更詳細的資料就和各位網友講講 但最新的資料顯示 原來話說為什麼最初是這個前夫的父 是這棟樓的名下的業主 是因為當時想避開巨額的印花稅 當時明明說好了 若然日後賣樓的話就會還錢 結果到去年底 開始想賣樓套現的時間 那麼那個父親就不肯 兼且反過來恐嚇對方 恐嚇的過程如何 亦都有相關內情曝光 根據明報的最新報道 Abby的好朋友銀燕說頭都還未找到 而她說前老爺曾經揚言 你賣樓的話我殺了你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28歲失蹤女無特兒 淡仔米線創辦人的 師父蔡天鳳瑞斯安 今早早有人在網上懸紅200萬 希望將死者性曠的前夫緝拿歸案 有份懸紅的炮太 向明報表示 與Abby是認識了七年 分屬好朋友 據她了解 在途前夫曾經在23號 即Abby失蹤過後 致電她的現任一家哭訴 打過來哭了 又問為何你們報警不告訴我 她說跟Abby現任一家一直保持聯絡 最初以為Abby被綁票 但一直未有收到索款的內電 到日前獲警方通知去救人 還以為有一絲希望 不過最終私手不全 銀燕到頭都還未找到 炮太又說Abby家人本身在國內從事工程生意 生活富裕 和前夫十幾歲就認識 炮太認為南方不過是退休警察之家 相對屬於基層 在南方追求之下雙方結婚 之後因為性格不合分開 但Abby仍然有照顧前夫一家 包括打本 為前夫的兄長做生意 賣雞蛋仔 又買入何文田加多利山單位給他們居住 他說Abby近來有意出售那個單位 曾經有人上門看樓 他說前夫一家大為緊張 擔心賣樓的話我們住哪裡 性格交為暴躁的前老爺更加一度揚言 如果你賣樓不安置我們 我殺了你 炮太認為Abby只是從投資角度出發 並非要趕走他們一家人 跟前夫育有的大兒子和兒女同住 就說難道要自己的子女住得差嗎 只是因為尚未成事 所以未有下一步安排 炮太益術Abby失蹤當日 21日早上還幫忙訂桌吃飯 下午2點02分還收到她最後一個語音的訊息 就說訂好桌子 誰知道晚上就得色她失蹤 她表示Abby有多個司機 其中一個新年之前離職 於是由前夫的兄長接任 而她每天都會接送小朋友上學放學 包括大兒子和兒女 所以前夫是清楚她的動向 翻查資料 蔡天鳳與被捕前兄長共同持有兩家公司 分別是洪洪小食有限公司 和粉紅家人括弧集團有限公司 報稱地址是深水堡福華街上福大廈 以上來自明報的最新報道 她的好朋友炮太也是一位網紅 有份幫忙懸紅的 就緝拿她的前夫 前夫在下午就據報落網 另一邊雙也透露 原來之前已經有先兆 話說其實Abby 蔡天鳳 只不過是可能在投資角度 想把那棟樓賣了套園 再安置他們住去另一個地方 不過這個前夫的老爸就不肯 發瘋了 即是說得好像陳樓是他 若然你賣樓的話就殺了你 於是乎早有預言地說 整件事相當之喪心病狂 現在的事件內情逐步曝光當中 基本上每個小時都有新的消息 我們就繼續緊貼和各位網友 一齊了解一下蔡天鳳的瑞斯案的最新進展 但願死者能夠瞑目 亦希望行惡行兇的人 最終有一個壞的下場 我是光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